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乐区 去到粉岭乡郊市拆雨灾的善后 李家超上午11点抵达粉岭马美夏村 这里一带在黑雨期间严重水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陪同 两个人之后转到粉岭团合区社区会堂 会堂是临时庇护中心 又受水灾影响的村民入住